就是其他很多的 很多的Protogo也是单向的 FTP也是单向的 我看到你去抓 然后你再再过来 对 可是在那个时候 他有所谓的GET跟POSE的两样动作 他可以把 如果FTP的话 那可以达成双向的 两边都可以存血 可是在HTTP里面呢 Request是去到Server 端要东西的 那 那很多东西看起来 我很像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应用也都可以做 对 这个 事实上他就有很大的限制 如果我只有 如果你是一个 我使用者端 我只能Request 然后 然后Server端只能Response的话 那代表什么 代表我这个Client端 我只能去取得服务 如果我也想要 去服务别人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 你又想取得服务 又想服务别人 经常在用的 经常在 在下载各种影片的时候 对不对 P2P 对不对 那就是 你又当Client 又当Server 在打Skype电话的时候 你又当Client 又当Server 那你要做 那这个时候呢 你不但要 有Request的动作 你还有Response的动作 那 那说这个没有什么 我外部上面 我看我只是要做 我只要做这个 我是只要做这个Request 对我不想要服务别人 那你只是站在一个纯的使用者角色来看 那如果你是站在一个 比如说你是个产品开发商 我要上次做产品的 那 那你常常会需要 你又要 或者我写个中介软体 或者是我想要利用 利用这个 web 因为web现在HEP已经非常成熟了 在很多很多的这个 很多作业系统 很多 你原来的嵌入式系统 甚至嵌入式系统的这个 很多的设备 他要把这作业系统的话 把一些开发的这个工具抓过来的时候 他发觉要 如果要开发这个 用Skype来写网络 要那个 那很很 程式设计师都不会写 要做Marticle都没有办法做 那他用外表来做会比较简单 然后他做这个 那这个时候 他可能比如说 我最想举个例子 我们做网路摄影机 对 网路摄影机 他 他一方面 又要当看 又要当server 他要取得 他要取得这个 接受使用者的request 那然后呢 他可能又要去跟这个 另外一个摄影机 要跟那个摄影的 这个video的这个server 去做这个 去做他自己的request 那这个 那这个时候呢 他想用HTEP的话 就有困难了 所以他本来是HTEP 我来写这个web的应用是很不错的 可是在某些时候 我又想要当客人 又想要当server 你用HTEP来写就 就比较困难了 那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网路摄影机的这个 现在很多很多的就是web 就是上面 你看到一个只不过是一台小的摄影机 那上面就会加 就是web server 事实上他做web server 比如做浏览器更简单 他只要天用HTEP 可是 可是他怎么做的呢 他怎么 那server他只能接受 他只能做response 那他那人request怎么办呢 那他再加一个client 他等于他又加 他就跟我们写这个 自己在写web应用 或是在做socket的程式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要不要需要两台电脑 你要不要需要两台电脑 才能够测试你的程式 通常是不需要嘛 对不对 你就装个浏览器 又装个server 通通放在这台机上面 你用这个local host 或是local loopback address 127.0.1 那这个时候 那你这台机器又是client又是server 所以你要改进这个 就是HTEP它先天的缺点 它client跟server分离的 的这个状况的话 那你就 就加上装一个client 再装一个server在它里面 或设计一个系统软体 它既是client又是server 那事实上我们既是client又是server的 在web上面 有一种软体 有一种软体它既是client又是server 那是什么 我们除了浏览器是client web server还有很多的这个 iis或是这个apache等等等等那些server 可是事实上在web上面是已经存在有一种应用程式 也可以加上系统程式 它本来早就既是client 也是server的 是什么 常常要需要做设定的 我现在感觉我幸好做把这个 以前我很少检讨考试题目的 这个我今天感觉我幸好检讨一下 因为我没有期末考的 这个如果再不检讨一下 这个考完试 而且大家印象比较深刻一点 这个如果不检讨的话 这个修完这门课 这个以后就没机会了 web里面有哪一种东西又是client而是server proxy proxy是不是他接受client 他对client而言他是server 那他对web server而言他是client 所以其实你要把一个server改成 他既是client又是server 没有那么困难 很简单 把这个 或者把proxy改成server 或把server改成proxy 那其实是 所以要改善这个HGEP先天的这些 这些限制 那并不是那么困难 虽然他有一些先天的这个缺陷 那我们有 那 当然等一下我们还会再 看到HS还会再看一些其他的一些做法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题目 HGEP1.0 这个 不敢说是 这个 永久考古题 但是知道我自己已经考古了十年了 这个 每一次考试都在出 在web放 跟web2.0是三年 也出了三年了 但是有的时候题目没有发给大家 没有发给 所以 可是在第一个web基础的课里面 这些题都考过了 这个 好 那第二题这个也是三年考古题 这个 但是可能你们没有跟学长 或没有跟在 那这个 使用面 内容面 软体面 记忆面 比较web2.0 与过去web的不同 那有些同学 这个比较多的同学 打得比较OK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写过的一篇文章里面 有过的 那这个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这个 这题我就不多讲了 那这个事实上在那个 在 在共同笔记里面 在这个 我们这门课的 web新兴技术 web2.0的简介 对不对 从不同的面向的 的第一页 对 所以说这个 运作模式 使用内容软体经营面 来比较web1.0 跟web2.0的这个 投影片里面也有了 实际上很多地方都有了 那这个 那这个不见得 不见得就 就是 就是 这摆了这里很久了 这个 因为这是我摆的 这个 这个 摆了非常非常久了 那 那然后 当然上课也稍微 也没有很详细的介绍 但是很多地方 都是 都是web2.0里面 很重要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 就 就使用的角度来看 那web2.0其实在技术层面 是很低的 技术层面它并没有 呃 就是我们 我们这门课谈到的一些东西 就大概就是它的技术 它也是一个混合的 也很杂的 那一直在演进的 就技术层面来看 像 像 Ajax Franwork 一直 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 比如说三年以前 还没有这个 还没有 还没有JQuery这个东西啊 那现在啊 实际上连天龙里面都一堆 一堆那个书了 对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呃 那那这这还很多了 很多东西都这个样 所以就技术面来讲 它还 仍然还会在演进的 都未来还会在演进 可是就 就这个 关键而言的话呢 那他 他就是 是在使用者角度 就强调这个参与贡献 对 那 那然后就 就这个 呃 然后身份 也有情境感知啊 P2P啊 这些动态社群啊 那内容的话 内容话是什么样的聚合啊 RSS啊 这些部分啊 那 软体的话呢 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那然后 Open Source啊 这些 MeshUp MeshUp 这个我们谈了很多 这个我们前面有 实际上有 至少 一堂课以上 是谈MeshUp 那经营上面呢 常委效应啊 那下一题就是谈常委效应 那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部分是 呃 这个 从不同的面向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 自己在